其實有三個重點 大家的世界就瘋到底嘛 就叫柯文哲去站台就好了 站他的台 柯文哲敢不敢在嘛 大家選舉好玩一下 還在幫他出主意喔 是不是台南人民的痛苦指數太高 是不是現在太悶 然後呢 我想一個深層的因素 你們聽聽看好不好 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柯思凱有沒有選過花蓮 有吧 有 但我不敢說那個賭盤是他的 可是柯思凱有沒有賭盤 柯思凱拿兩萬票對不對 那一般的賭盤都說幾千 那壓兩萬的就賺大錢吧 那今天這個會不會有賭盤 賭盤不是他輸贏 而是他可不可以拿十萬票或是五萬票 票數 就像是賭在 不是只是賭贏還有一分 我勸他們壓 贏高斯柏的血本無歸好不好 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 江體成有一個雞排文 你要出雞排文嗎 所以喔 你如果高斯柏你就要請雞排 他就走那種東邪吸毒的路線 所以就不管你是什麼 什麼十五分鐘延長 那那個分數長也就法辦 好像反差很大 正義凜然對不對 正義凜然 他就這樣 那違規 這些攤販是不可以來賣東西的 你只有申請那個場地 我讓你演唱會 沒有叫你賣攤販 那攤販來 因為為什麼弄攤販 第一個攤販有票 第二個有攤販才會有人來嘛 而且也提供了這些 那些青年男女一萬個人 究竟吃東西飲料 沒有台飯就會散嘛 其實他們雖然是 出裡出氣的台南這樣土土的 可是他因為他 很多台北去的好不好 你先高斯柏 不要你們台北市看有家 台南人林一峰 跟這林一峰土土的 那樣子 那還露鐵 那顏色也沒有很美觀 小明哥其實你參選也可以啊 身材練好一點 你會不會也走他這種風格的文宣 我也可以 舉例說我在初選辦個演唱會啊 嗯 就像那個Freddie那樣在 你的對手就是歌手欸 對啊 我也很會唱歌啊對不對 我來封一下 我很會跳舞啊 到時候再看啊 我覺得這個很好玩啊 這個選舉 重點是什麼 成功了吧 那成功之後呢 有名了吧 有名之後 那個房屋貸款好不好 申請跟銀行 有名之後 他那個 他那個 100億的建案是不是相對好賣 都有選贏市長 選出市長之外的附加價值嘛 別人是很聰明的啊 這個70歲老先生 所以說 站在一個 所以選舉 並不是真的為了勝選 而是打知名度 或是其他利益的時候 對 事業有幫助啊 出風頭 他70歲 對不對 他70歲的這個這個這個 弄得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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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得了得了5萬票8萬票 他活到100歲 受終正起的時候 有含笑九泉的可以的嗎 人生這樣很好啊 人家拍那個 這一次對葉皮有研究的 現場好物質熱烈 對政策有研究的 你不要用這個面子 這樣人生留下光榮一葉 我覺得很好 他喜歡出風頭 老先生出風頭 他開心嘛 人生開心就好嘛 有沒有妨礙人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